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复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339XL的NORAD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10點9分 我剛剛重錄了一遍 因為電腦我剛剛突然就當機 突然白品 那一樣就是 昨天有這個 美股還是有開盤 所以我們在 今天的副盤的第一部影片 還是來講一下 這個我的一些看法 我先看 那這部影片會從 劍53講到這個 東洋 就來看吧 好 那就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蠻可惜的 昨天的這個 我們台股沒有開盤 不然的話我覺得應該帶動一波漲勢 為什麼 因為 昨天呢 比特幣在早上大概10點左右 剛好也是我們亞洲股市有開的時候 突然就往上暴漲 原本我也想說 是不是有機會是抵到這個位置 然後下去 那原本可能也是 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它一個4個小時的收限 收在剛好12點 比特幣要看4個小時 我覺得看的比較大一點 不會說中間這樣洗來洗去 尤其大家如果說開合約都開很大的尷尬 來看的話就是 你可以把4個小時當作一天的這種概念 對我自己是這樣看啊 之前看很細微的粉K就要很 很仔細去看 覺得很麻煩 後來就改看4個小時 那可以看到這個這一根 也是 剛好到下降趨勢線的位置 理論上應該是要反壓下去 不過 就是突然有資金溢柱直接往上衝 往上衝 所以說 基本上 如果說昨天早上 台股比我開盤的話 搞不好也是順勢往上帶 那來看一下 這個在昨天的那個副盤影片 有大致上來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 那時候看得出來的下降趨勢線嗎 可以看一下它這邊的位置 就是說 昨天開盤 這地方往下壓 然後上來之後 原本想說這兩根 上影線 足夠毀滅它 結果沒有 它把這邊的 把這邊的空單給嘎爆 嘎爆之後再把 這邊進來 衝進來接的多單的人 給洗掉 那 大部分多單的人會在哪邊進 大部分多單的人 理論上應該是會在這個區域 這個位置 這個區域去做進場 應該是會在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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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 這邊有一根 放開給大家看 這邊有一根 這邊突破 這一根壓制住 這一根壓制住 這個地方 回撤過 所以 理論上之後 這邊回撤 拉到這邊 賣掉的人 賺錢 不然的話你追這一段 基本上到達這邊 不會 應該是不太會有人 想說這邊要直接追啊 這邊應該也是不會 除非那種不太會操作的啦 我覺得 只是那個 如果說你真的看技術分析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靠感覺 靠均線的話 可能才有機會在這邊啊 那如果你看這支撐壓力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就是在這地方不接 我接過勒 又把多彈力洗掉 上來 然後這邊有壓 做一些震盪 之後 大家覺得說可能這個震盪 可能也就會再下去 結果直接暴漲上去 直接暴漲上去 所以呢 他最後最後的 收盤 最後最後的收盤 是收在這個位置 收在這個 大致上是收在這個 12340 12340還蠻好接 12340 那早上的時候 這個區域就是我剛剛講的 比特幣往上暴衝的時間 剛好他也是 越過了前高點 然後 這邊經過回測 這邊經過回測 所以 很可惜啊 昨天的 台股沒開盤 不然我 認為大部分應該會受到這個市場的影響 影響應該是 蠻有機會上漲 而且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有講的這個 你看 上升形態完成 然後上來 測試壓力之後 往下跌 然後 呃 就是要再跌一根啦 那目前的情況 他會在持續往下跌嘛 如果 一根這個K棒 4個小時 4個小時的K棒來看的話 這一根的力道 這一根的力道很強勁 所以說 代表說這邊跌下來的這一根 這一根直接把它收復掉 所以 目前這邊在走一個中繼形態 有可能會拉一拉 拉到這個地方 再往下跌 還是說拉一拉之後 又有可能突破 這個往下跌的這個位置 是比較偏向 技術 技術分析書 教給大家 就是 很簡單喔 一定就是會 下來 這樣的形態一定會下來 但是往往的就是說 都是有機會去打破掉啦 就是 都是有機會 可能突破 或是 發生什麼事 那看一下我們的亞洲 不是亞洲啦 台幣喔 台幣在昨天也是 也是嘛 跌破這根的時候有講 這根的時候有講 然後往下跌一點點 往下跌一點然後往上升 代表說他跌破了 但是呢 有一個不好的位置 就是這個地方 竟然給我守住 所以說 這樣子 所以 他去守住 那目前就是 有可能在這邊做一個取締盤 比較有機會是這兩根的 這個K棒呢 然後這樣做一個 上下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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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說 你要說他 轉得很弱嗎 就是台幣已經會升值嘛 好像 目前看起來也沒有到那麼弱 然後這邊的這個 美元指數也開始 好像會要打底的感覺 因為這根把他吞噬掉 就像 今天跌停板 然後 昨天跌停板 今天漲停板 的概念 的概念 所以 沒有參與到 禮拜四的行情 蠻可惜 那 再來就是 有一個位置 就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圈起來的位置 就是 這邊是壓力嘛 下來 壓力 下來一點 壓力 然後 這地方跌破 8月27 8月29 這邊跌破之後 反抽 回撤 然後呢 往下跌 那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的指數 是已經接近了 真的快接近了 大致上在漲個 五六十點 就接近了 所以說 嗯 禮拜一呢 會不會呈現一個 開高 走低的行情 這個 真的是 可以去看見 有這個機會啦 有這個機會 所以 沒參與到 跟他 給我漲得太快 這個都是 有相關的 沒參與到就是放假嘛 放假不一定的好事啦 我反而覺得不要放假可能比較好 就是對於我們手上的一些個股 那 現在禮拜一可以確立對誰最好 一定是台積電啦 一定是台積電 因為 因為指數上漲嘛 所以說一定跟財地電 比較有關係啦 跟一些中小型個股 搞不好沒關係 因為 股市上漲的 股市下跌300點 你的個股就一定會往下跌 不一定 但是 如果連續兩天 連續三天 每天都跌100點 這樣的行情 搞不好 會對於一些 投資人的信心更加受挫 而不是一天跌300點 就跟我們一天漲300點 跟每天漲100點 那種情緒是不一樣的 有一個人會 帶動你中小型個股 因為連續三天都翻紅 那 你的一些個股呢 中小型個股會比較明顯的 有一個 推升的力道 股市行情比較好 當充客也都做多 類似那種概念 那如果他是這樣子的一個走勢的話 最好可能就是對於 聯發科 紅海 台積電 聯電 台大電 那些 那 所以中小型個股 我倒不覺得是 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他禮拜有漲太快了 有一個人一開盤 這個 漲6點一開盤 慢慢的 到達8點半 就往下走 所以說他最好是 先下跌 再回抽 再下去 或是說 先下跌 然後在這邊做盤整 但是最好 反正就是禮拜 一 最好是先下跌 6點開盤先下跌 然後我們早上台股的時候 他是上攻的 比較有機會 好啦 我們就 講了蠻多了 大致上講一下 然後 就是 我們這個 會員群組 有人昨天發說 是 目前的 根據一些 一些指數 看起來好像是會 如果在14700 那當然不知道 那目前呢 他如果真的漲上去的話 我認為的壓力 先講一下 認為如果他開在這個14700 之上的話 他的 壓力就是在14800到14840 這個之間 反正就是 要嘛就是14700 要嘛就是14800 反正是這麼簡單 都是剛好是在一個整數價格 所以說 開在哪個位階吧 開在這個中間的話 上去是壓力 下來就是支撐 如果開在這個位階的話 上去是壓力 這樣子 那 我覺得蠻有機會開在這個區域 蠻有機會開在這個區域 所以說有可能是 散漲到14800 因為這邊壓力 我認為是比較大一點 之前有集中一些 外資的一些 空單多單 都砸在那邊 所以 應該是蠻多人套在那個地方 就是 如果說跟著外資買啊 還是一些 就是跟他們一些 激烈交易的人喔 好那我們就 回到我們個股吧 然後 會從 正午講講到東亞 下一步就是 中鋼講到安吉 那明天 就是看有沒有在蒐集吧 目前就是 複頂不知道到 現在目前是要滑行客啦 如果說在 蒐集到的話 明天再發一部 然後 因為明天 應該 最多應該再發一部 如果說 超過12檔 還是這樣 就是看 因為明天還要花一點時間 去找一下 我們這個 會員的個股 真的要花時間去找 我們 讓大家更加了解一下 我們講一下建築散吧 基本上沒什麼量 七十 七十六 七十六張真的很少 七十六張 三塊錢 一張三千 這個 應該有點錢的 賞戶應該都買得起啦 不用到中職戶啦 中職戶可能有 幾千啊 然後 有一個億啊 的這個 操作資金 不用到那麼多啦 恩 恩 其實我覺得啦 如果說以 以他的 範圍來說 應該怎麼看 要嘛 要嘛你就看 三塊錢 去守住 那 守住呢 是不是有機會 真的往上拉一波 這個是 一個賭啦 賭他會往上 那他真的往上的話 是會上漲50%啦 50% 那 我覺得 下跌 跌破這邊 就走啦 那當然 我覺得你也不用買太多啦 我覺得 買一點點就好 因為他成交量 張數真的太少 你也不用中壓說 他已經往上漲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大致上 2.7 我們是看%數的喔 你不要看說 我3000塊才省250 還好啦 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想 真的不要這樣想 你看還是%數 %數才是真正正確的 因為 如果你一壓大 齁 你一壓得很大的話 那你受傷的程度 也還是很大 所以我建議就是 就是可能3塊錢目前能夠只撐 跌破大概2.75就走了 那Longer就有機會到52% 不過就蠻賭的啊 目前就是一個區間的橫盤 如果說跌破 我建議就是直接 抓到在2.27這邊再接 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你看這是周線喔 橫盤橫了很久 橫了很久 那肯定還有很多人被套在這一點 好看一下迅走 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樣 19. 4.5到20這邊是壓力 就一樣 這樣看 要看這個 還原的 這個地方 有壓啦 這個主力有在看還原的 大概20.5這邊是壓力 所以基本上就等他突破吧 然後 我之前畫的是 如果你有興趣是在這邊去接 然後往下抓 那目前 你又有一個 新的地方可以去看 就這個位置 當然 我會 怎麼看喔 我覺得 應該就會這樣去抓 如果說還沒做進場的 那當然如果做進場的 你就可以再 思考一下 你是要在這邊再接 還是怎樣 因為目前看起來 好像17塊又得到一些支撐 那目前他的 區間的範圍感覺有點擴大 擴大是一件好事啊 代表說 如果說我能夠買他17塊 那拉上去大概有11% 14% 但是 我們到這14% 可能就 停住了 有可能真的上不去喔 我講真的喔 有可能真的上不去 但是 當然 行情還是看好啦 因為 他如果真的上不去的話 應該是 網通應該是 都沒辦法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在醞釀些什麼 那 當然就是 先以區間看 那 有低買 先高賣一點 或全部賣掉 都OK 那我建議是先賣一半 1%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就是 有些賣掉 那 假設 回來的時候 就都不要理他 回來的 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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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不要理他 等他最好價格 你要接 再接回來 你要停損 再停損 這樣就好了 所以目前還是以區間的一個方式去看喔 然後看一下蓬城吧 蓬城呢 就是 呃 看一下下面的龍券喔 可以看到 這個龍券 剛好在9月6日有人 刻意去打壓他啦 那就是大概多了幾百張這樣子喔 幾百 原本是 大概多少 使用率是4% 然後到這邊使用率是4.87%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不過 張數 大致上 是 龍券有1000 反正現在到1000多張 1000多少 這不是顯見到12多張啦 反正這天有人在壓啦 壓得還蠻死的 那他壓的價格有可能在哪邊 也有可能不是到17 178 180 這也是 非常有機會的 我看他壓在哪邊 呃 183 183這邊有得到一個 呃 空間轉換的感覺 180 恩 恩 看得出來 大致上應該是 有壓制住爆大量的位置喔 基本上是落在180到183 所以 這位置應該就是一個防守點喔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防守點 那當然 這個禮拜一大掌到底 會不會 把他再拉回來 這個 其實不好說啦 因為 因為 恩 他目前就是 有一個基礎線的回調嘛 之前畫的嘛 他 理論上 只是講理論喔 理論上是這樣子會下去 但是 他如果說真的大掌的話 蠻有機會再回來 也不是一件 這個難事 因為如果說他這個 放這個大量龍券的人 他覺得他擔心 他先回補了 這個回補肯定會有一個 非常大級別的 這個拉升的力道啦 因為他真的空的蠻多的啦 他真的空的蠻多的 所以說 就 自己小心吧 自己小心 我的想法是 如果說他回到大概 183.5之上 感覺還是得停損 還是得停損 因為不曉得他會不會拉回這個空間裡面 做一個震盪 那 如果說這個運用在指數 虛擬貨幣的話 其實 蠻容易 就這樣下去 但是個股 我講真的 個股有太大的 變因 可能突然 等等今天啊 或明天要出什麼好消息啊 或禮拜一的時候 主力想要炒什麼 買個新聞啊 然後 可能就上去了 這是為了要嘎這邊的 空單 也說不定 當然 我希望啦 如果說你是 手段持有空單的人 因為這是我們會員問的 應該是持有空單 如果說你持有空單 當然還是希望 這個 9月6號這個龍券就是主力啦 龍券是主力 因為 外資需要借券嘛 然後我們那一隻 就是用龍券 那他 為什麼突然這麼多券 然後剛好在這一天下來 那 我覺得他可能善良力道還是 蠻容易受到 質押啦 那 我也不確定 我也不確定 因為 講真的我也不確定 不曉得現在期貨到底開盤會開多少點 那這個 這個一定會有影響 肯定會有影響 肯定會帶動他 肯定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因為大跌300點 幾乎每個人個股都有影響 大漲300點 顧名思義也會有影響 對啊 看一下吧 這個 華航呢 基本上就是 跌破啦 華航看起來好像可以去 他怎麼那麼弱勢 他這麼弱勢 我現在看到這麼弱勢 他這邊已經先跌了 8月 真的已經先跌了 所以 這個地方 有機會這樣下去 欸 真的 蠻有機會的喔 先講 蠻有機會這樣下去 而且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 當然 我這個不知道畫準不準確 不過 看起來 這個不知道多久之前畫的喔 講真的不知道多久之前畫的 這個 白色這條上升趨勢線 然後 目前 在他 砸盤砸下來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有直撐撐上去 之後這一根 8月出跌破 沒有帶量 然後之後 開始 咦 卡托那收到 主 這個 收到這個 壓制 所以 我覺得 如果說有興趣要空的人 感覺上 是個不錯的標的啦 那看自己喔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蠻有機會下去 那下去到哪邊 會做直撐 看一下 嗯 這個地方感覺比較有機會做防守 大概13.5 然後 他在上升趨勢線 這個位置 26110 就來看一下吧 26110 用這個畫會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 大家可以考慮用這個畫 如果說 不這麼 這個清楚明白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磁鐵功能 然後這樣畫上去 看你要攜帶哪一根 最好都最低點 OK 畫上來可以發現 看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有點可惜 目前 反正不管怎麼連喔 有一些 還原跟不還原 好像基本上就都是 跌破的一個狀態啦 然後 感覺這個比較準確一點喔 這個地方有去做撐盤 這個地方 看得出來吧 然後這邊是去打 打這邊這個 這個空間 打這邊這個空間 之後 就有機會 啪 下去 然後 現在就是這邊 這邊應該會有做防守 不過 我應該看一下這個問題 但他 空方啦 如果他 起貨應該會 他有起貨的話 會比較 正常一點 就是 比較 那麼OK啦 不用龍券嘛 龍券還要收手續費 全陣還會把你的 時間價值給吃掉 那可能就是 開個起貨吧 這有起貨 好像沒有 對不對 有起貨耶 怎麼記得 不是只有長龍行有 還有滑行也有 是 沒有更新到 反正是目前 我覺得啦 所謂說 他要回去這個 23.5之上 不然應該 有機會下去了 所以那些 光光谷啊 劍無散啊 自己小心啦 可能就是 籌碼面的一些 可能 這個 還沒跌完喔 應該說還沒有 完全出貨完而已啦 可能是啦 那這個 可寧位 可寧位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比較明顯的位置喔 打到 上來 打到 上來 所以 這個地方呢 經過兩次 多週 多個月的check 過 這個地方 成為一個大級別的壓力 202 那 他的這個位置 好像 前面也是喔 我現在看了 我之前都沒看了 這個位置 過來過來過來 所以 基本上他就是 如果說有去回調到這個位置 還是可以考慮看看啦 那我們來切一下他的一些線 嗯 他也沒辦法怎麼去支線 他去支線應該花在這裡 大致上畫 所以他現在是在做 回調 那大致上的價格是166左右啦 比較有興趣啦 那 應該是 如果說這波上漲應該是有機會到 上面去啦 其實也不好說齁 我們切成日線來看一下齁 我們剛剛說多少 166嘛 166去 大致上這樣子 167 然後 剛剛說 200 200 大致上這個位置 反正就是 應該說這一個區域啦 在上面的話 就會反彈 然後 跌破之後 就會 反壓 就是我們常見的一個多空的一個 轉折 那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應該不容小覷喔 再來的話 前高點 前高點目前是突破的情況 所以 呃 他突破188的話 190 我覺得 嗯 目前還看不懂 就是說 假設齁 我到這個地方 好現在突破吧 好現在突破 回側 拉上來 拉上來會不會碰到這個缺口 就下去 這邊的盈虧比不太好 那再來一個假設齁 再來一個假設就是說 好那 剛剛是這樣的假設 對不對 那再來一個假設就是說 會不會他的 呃 這個 力道呢 是有機會倒到這邊 但是 以 以兩個結果來看齁 如果發生前面這個結果的話 我覺得就不是 是會讓我有興趣去做進場 當然就兩種結果吧 有一個人他 真的把這個大概182這個這個區域 爆大量的這一根 當作是 他的 墊腳石 就上去了 石頭 不是拖累他的 那就會上去 不過我覺得如果說 是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190就到的話 這邊財產8塊錢就下去 我覺得也不是在啊 所以 目前沒有看得很明白 所以說回來 或是到達高點 這邊去突破 再說吧 目前只能這樣看 當然 你要怎麼操作 都 隨便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微星到底在畫什麼 自己現在已經看不懂 我們看一下這個 還原周件 我畫一個看得比較懂的 這地方是形成一個破底翻 破底翻 那大家可以發現的是 是不是他的大哥 這個灰打 NVIDIA就說 這個庫存很多 庫存很多 然後 這個 幣圈也是在熊市 沒有要挖寬 然後這個挖寬機的這些顯卡 全部都丟出來賣 所以說 應該理論上是要往下跌 不過他好像有點逆勢往上去 所以說 而且 看起來你看這一根 跌到110 又回來 所以 我怎麼覺得 有點貓膩啊 感覺好像 恩 他還是很強勢 還是很強勢 但目前 如果說有跌到 我先假設 跌到110 這邊看起來一個 經過一周的洗力嘛 然後 這個 搞不好也有軋空行情 搞不好啦 然後這個 動馬是長安局台在那邊講 因為這個軋空行情 那有的空能做是掉下去 所以 一定不能當作是一個 唯一的指標 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可以當作唯一的指標 所以說110看起來有機會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切成 2377 我們看一下 2377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下戰趨勢線 切過我再忘記 好 大致散是這樣子啦 那 他的 壓力就是在這一塊 先抓前高點 先阿薩利的抓前高點 所以他有可能在這邊 反抽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再去下底 那這個位置 看起來有點支撐 110 也是這邊 上來下去 上來下去 踩住 上去 好 就說目前有可能會從這個110 然後 支撐嘛 然後漲到這個大概120幾 總共大概10%多 然後大致散這個下戰趨勢線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他還是 有機會去 受壓 他有可能是做一個極速線的一個 一個回調 一個調整 一個回調 那他再往下跌 我不確定跌在哪邊 所以 以軸線結構啦 以軸線結構來說 你看我這邊有虛線的 因為我只有切那個Auto-Tr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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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反正就是 他可以去看這個 他應該理論是他會在哪邊守住 那這邊是有check過 守住過 然後疊是疊成Azali 然後現在又下來撤 所以 基本上這條件已經看起來有點失準了 沒有到 那麼的 主力沒有那麼看 所以我們就 可以把它刪掉 目前應該是有機會到這邊 不過我就有機會下去 所以 變成就是說 這個區塊呢 我們是不是只能夠 賺到這一波而已 目前可能只能夠 不要說大臥上面 我們就從110然後抓抓抓抓到這個地方 也有個15%啦 所以說價格上如果說你有興趣 你可以用分批佈局 就是現在117嘛 你去進場之後到110再做金塔式的加碼 那是拉上去的15% 但是 上漲有點受限 就是壓力到了 當然如果說你是看好這個產業 你是基本面派的 那或許可以去拉長的時間去做一些等待 那如果你是一些技術面派 那你想要做一些比較短的 一個波段的週期的操作的話 還是 建議 可以慢慢等 慢慢等 我記得要看它第幾檔 這個 洋敏 洋敏現在有人在問 這個就是我這個IG線都在發的第一檔 那目前看起來它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跌破三分趨勢線嘛 之前有話給大家看 這個地方就是跌破了 6月底那時候就跌破 就不再操作了 沒有再操作 那我們切成這個日線級別來看一下它結構吧 那結構目前快跌到前提點 那前提點會不會有機會做反彈 還是有啦 但就不建議喔 不建議做經常 比較覺得有機會是去做空 我覺得會比較好 講完畢齁 完全沒有結的意思 完全沒有理它的意思 然後現在疑地點 疑地點那時候就說比較 有時候比較偏空一點 所以說 目前的結構上 它是經過哪邊測試的防守 就是你可以目前可以去看的一個 一個支撐 短撐或是短撐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只要不收破 不要收破的話 還是有機會上漲 還是有機會上漲 但如果說你要更加穩 更加保守一點的話 我講真的是保守 看到這個市 趨勢的市 如果說你是要抓住這個市的話 我還是建議它突破這個87塊以上 再回來 一併突破下降局這些 我覺得更加的保險 我覺得 那當然 大家因為說我80塊不買 我會覺得它會上去 我幹嘛不買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有些人會這樣講 那我自己是比較 傾向於 就是突破後再做經常 那你在這個地方做經常 可不可以 我覺得應該 也還是在容許的範圍內 因為這邊這個區塊是這樣子 這樣子 打到 上去 因為它收線 它收得很漂亮 跟下影線收得真的很漂亮 好像彷彿知道了這個 那個 禮拜五就會破底翻回來 所以說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 那這個地方就上去 也是 還是有空間 但是如果說它持續盤整 盤盤盤盤盤到這個下降局之前 被壓下來 搞不好就上不去了 只能說搞不好 那我也不確定它到底會怎麼去走 換下新拳 我們的禮拜四呢 有來check過這個下降局之前 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 你去double check 去bo check 然後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那測試越過就是代表最有用 那目前看起來 像這個最高點 連接這個點下來 這邊的下降局線並不是標準 它標準應該是這個地方 連接這個地方 然後下去這個地方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算這樣連 它最後呢 還是一直不斷下去 那突破之後還是整理還是下去 所以說 一定準確嗎 不一定 目前看起來最大的壓力還是 在48 然後 以目前的價格來說 我覺得 嗯 之前看的 支撐壓力是看的44塊 那44塊 其實理由上 你是抓 %好像也不會到 有點超過 大概3.87% 所以說 目前呢 要嘛 44去接 要嘛的話 等突破 那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 先不要那麼 超之過急 我覺得等它越過48再說吧 因為 上場上去的% 不夠好 不夠好 我覺得是不夠好 等它走出行情再說吧 剛剛最後 這有點動搖 當然就是一直說52 所以基本上你有看我復盤 那 我又去庭審到 那 還會賺錢 大致上這樣子 然後 禮拜五只有抱一點亮鏡 那 這個看起來是真的不錯啦 抽碼 不過 一樣 我也不確定這個到底是買真的買假的 真的不確定 對 因為我看抽碼不是看的特別明白 那它現在又回來它的三昇趨勢線 然後 禮拜五還經過check過 真的是 有在看這個線啊 給它拍拍手 那 手上如果握的是多單的人 就恭喜啦 因為我自己手上是有 恭喜我自己 我也是買在50 大概52塊左右 52塊左右 那現在是等它拉出10% 先賣 然後後面就看它會長到哪邊去吧 就是 慢慢賣這樣子 沒什麼特別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吧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